加拿大中华民族反法西斯继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联合组委会 于8月13日在安省政府举办座谈研讨会图片摄影巡展 大会有珍贵的二战时期图片和文物展出 组委会邀请了家中两国政府官员 也邀请了两岸三地的数个团体侨领和抗战老兵及亲属 研讨座谈纪念二战胜利及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此次活动还表彰了参加过二战现在的老兵及其遗孀 以及未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参拜晋国神社强征未安抚 非法侵占钓鱼岛等无数事实真相所作出杰出贡献的海外华人华侨 并授予荣誉功勋的纪念奖章及证书 组委会还通过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公开信 坚决反对阻止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企图 还将通过致日本安倍内阁的公开信 敦促其正式二战史实 谴责日本右翼政府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 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 这个其实是民间三十几个团体办的 我非常荣幸能受到邀请来协助他们在省政府 执办这个一个比较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个活动 今天我们纪念七十周年反法性战争 之前我的同事还有包括魏德邦 我们都知道他国会议员一起到和主办的一些团体 到省政府门前向香港保卫战的一些失去生命的 加拿大的士兵进行了花圈 之前我们还会有总领事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他的一些观点 还有我相信陈国志厅长也会来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这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和他们的下一代都永远不会经历战争 因为我们知道战争的残酷性 作为从政的议员在加拿大 这是我们所要的责任 要非常小心利用我们的权利 为百姓造福 而不会使我们国家 加拿大或者是中国或者任何国家 很盲目地进入战争 因为我觉得战争像大家说的 is a fear of diplomacy 我们从政人员在这方面应该做出一定的努力 我认为最好是意义每个人在这里和着了 是在中国回又起来了 的 现在他被称称的 领史能人 在这些东西 你算是最好有趣的 这是他肯定的 却变成第一盆史了 起来 东西 也是 你有法一样的 第三 generation I live and have many many Canadian Chinese friends and so it's a bridge Norman Betune is a bridge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and when my mother was first doing diplomatic missions to China her first one at the invitation of Chairman Mao Zedong it was recognized as some of the first diplomatic missions of Canada to China as nation and of course now China and Canada are great friends we do lots of business we share blood there are many Chinese Canadians and so I think as a family member we're most proud of the fact that dr. Bethune was a diplomatic bridge between our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it grows you know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that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China and Canada has grown we just recently Canada signed a major economic deal with China throughout all of our resource sectors in Canada we're very close friends with the Chinese we're working together in a in a close collaborative way and whether or not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the same way without the type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that were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things like dr. Bethune it's not sure so I'm I think we're quite proud Um 今天我非常高兴参加 有大多地区三十多个社团组织的 celebre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党战争70周年的 这么一个座谈会 还有文物展 图片展 世界各地 今年都开展了 各类的纪念活动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铭记历史 真爱和平 开创未来 我想啊 今天我们在这里 搞这个座谈会 目的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要通过纪念活动 来弘扬伟大的 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 这个抗战精神啊 就是习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 天下亲亡 匹复有责的 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 民族气节 还有不畏强暴 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以及百折不挠 坚韧不拔的 必胜信念 我想中华民族 经过十几年的 英勇抗战 终于打败了 日本侵略者 建立了新中国 在这里头啊 也有我们广大 华侨华人的贡献 他们当时 捐钱捐物 支持中国的抗战 甚至回国参战 这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同时啊 我们在加拿大 举上这样的活动 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 那就是 在中国的抗战的时候 许多加拿大的人 支持中国 支持中国的抗战 甚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献除了生命 白琼文大夫 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另外 还有1900多名 加拿大士兵 参加了香港保卫战 也为中国的抗战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所以说今天 我们在这里搞这个 纪念活动啊 非常有意义 通过 铭记历史 缅环先烈 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唤醒人们 对军国主义 保持警惕 维护世界和平 共同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 那么这70周年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 所有的展示 都非常可观 也就是说 能够找到70年前 所有的原本原味的 这一种 以前留下来的 政绩啊 或者纪念品啊 那么这表示 这个和平得来 是不容易的 那么我希望加拿大呢 我们一样是一个喜爱 和平的国家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的 就是说希望这种 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 千万不要再重演 历史可以重演 可是战争不能重演 那么我希望这个 大家积极在加拿大了 我们永远会记得 前一辈 加拿大有为了二战 跟一战牺牲了不少 士兵 那么还有我今天 也见到很多现场的 老兵啊 他们这个对世界和平 做出的贡献 那么我希望这个 非常有益的 这个活动呢 能够一直下去 能够提醒我们 所有的人 珍惜和平 有和平才会有经济的发展 有经济的发展 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那么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2 3 1 2 2 3 4 5 5 6 9 7 9